台湾观光推广列车 最近前进法国巴黎行销 推广会上集结多个台湾旅行社 航空公司和当地旅游业者 以及媒体交流 电厂的表演和品茶 油纸散彩绘文化体验 都让与会者惊艳 法国人是充满浪漫 以及有文化气息的一个国度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 把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些特色 能够在这边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带了 我们有茶医师 还有我们在台湾美农那边的 纸散的彩绘老师到这边来 然后跟大家来做展演 那我看大家也都反应非常好 那他们也跟我说 哇台湾居然有这么样 精彩的一个文化的呈现 驻法代表吴志忠表示 台湾和法国共享民主自由普世价值 台湾丰富的自然景观 和多元文化 值得世界来探索 我看了一个国家 是一个国家 自由和平和欢迎 如我说了 台湾的军事 在台湾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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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欢迎 我们能够得到 从中国的心中 在台湾的心中 透露台湾近年能见度提升非常多 宝岛观光已经重拾疫情前的气势 法国媒体人则建议台湾举办国际运动赛事 借此向全球宣传台湾 全球观光复苏开启新业 观光局从艺文美食等台湾亮点出发 期待法国业者更认识台湾 共创观光新商机